为了在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油价暴跌中保持其财务的健康 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改弦一折 将支出计划削减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家总部在德克萨斯州欧文的公司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将把今年的支出削减30%至230亿美元 尽管每个石油公司都在努力应对石油价格暴跌 但对于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沃茨而言 油价下跌尤为痛苦 因为直到最近他还将公司的前景压注在低迷时期进行大量的投资上 但是原油价格暴跌是如此的严重 以至于像埃克森美孚这样财务实力雄厚的公司也感受到了压力 荷兰皇家翘牌公司 雪佛龙公司和道达尔公司等一些超级巨头都暂停了股票的回购 以保留股息的计划 就在石油市场暴跌之前的几天 沃茨还强调当其他人撤退时应该进入这个市场 随着借款的大量增加 投资者已经对此表示怀疑 但是最近的原油价格的下跌使人们更加关注埃克森美孚有多大的意愿提高其负债 感谢观看